咱们都知道每天的植物探险是最廉价获取植物的方式了 那么你觉得各品之中,哪株植物是最值得优先探险的呢? 1.白卡,豌豆射手 豌豆射手作为一株默认植物来说,还是很给力的 一代二十代中都是前期最大过渡植物 在二十代中还产生了质变,输出威力得到了值得提升 五阶出厂的概率直接超过了黄金包菜 这也算是对它最大的褒奖了 所以白卡探险,优先级,它是排第一的 2.绿卡富和萝卜 这一株绿色植物呢,主要的用途还是在无尽中 反正它只能升到三阶 植物探险很快的 三阶给一个5秒的无地光圈 无尽中后期,用来抵消植物的消耗 那还是很不错的,而且相当于给了我们缓冲的时间 3.蓝卡,元氏湾豆射手 永远别问为什么植物探险里优先级第一的 永远是圆湾了 圆湾这植物出现在植物探险里 那绝对可以算是官方的馈赠了 随便一个新手都能让圆湾达到5阶 想想都兴奋 只要有这么一组5阶圆湾,什么模式不能玩 摊追无尽也能走得更远 但是这么良心的事,也是极少的 4.紫卡卢 最优质的辅助植物了 也出现在植物探险中 攻击速度的加成,永远是上胜不可或缺的 那么卢卢医师就多多的升级咯 虽然说3阶就足够了 不过5阶,咱们也是不嫌高的 有永远比没有好啦 5.金卡,没有金卡 没错,植物探险里没有金卡 想大量获取金卡碎片 以此来获取转基因素材 至少官方把这条路给堵上了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怀念PVP的原因了 不是因为这个模式有多好玩 而是PVP商店有多良心 里面获取植物和装扮的速度有多么的便捷 以至于萌兴玩家完全不相信 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模式存在过 唉,空流一声叹息 虽然PVP是打击破解下限的 但还是希望能够早日上限一个 类似对战商店的常驻商店 相信也是每个玩家的正确心生了 万无接口喊点 我是小煞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